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比特币阿利的频道那咱们今天的视频的主要来跟大家来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嘛 那第一点呢就是有一篇文章啊有一篇文章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一下主要的观点 说这个资金呢正在安静的退出啊表达了一种非常非常悲观的一种情绪啊 那么咱们也是来结合一下前面几天这个神与老哥啊 他也是发了一个推文说这个准备16到19个月的这个时间啊 也就是言外之意呢就是还有16到19个月的这个苦日子 那么咱们来说一下这件事情 那第二点呢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狗狗币的一个情况 那大家也都看到了伊隆马斯克前几天呢又在喊单狗狗币啊 但是呢狗狗币的表现呢确实不尽如人意啊 那第三点呢也是来分析一下这个比特币的一个未来的走势的一个演练啊 那不是预测只是说这个对于目前的呃市场上的一种悲观的情绪 然后结合这个比特币目前的这个技术形态 然后咱们来做一次演练啊 那大家要记住啊今天是这个2024年9月8号 那么我们这个演练我们会隔一段时间来回顾一下 看看到底演练的准不准啊 OK好那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呢再做一个免责声明呢 本期视频随如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那如果说你对加密货币不是很了解的话 请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的投资 因为这个市场的风险呢非常非常的高 你有可能失掉所有的资金 那么如果说你想快速学习并且尽快的掌握一项技能 或者是掌握一项赚钱的这种本领的话呢 你可以加入我的这个会员群 会员群的加入链接的在描述区的这个 电报群找到群主本人那支持语音或者是视频的验证 好那咱们首先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到底在说什么 他说是这个加密梦碎啊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悄悄的离场 那我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里面有他说的大概的一种观点是什么呢 那也就是说目前本轮这个行情呢 是没有带来新的用户进场 所以说也就是意味着没有新的资金进场 再一个呢就是没有新的叙事啊 那么不管以前怎么说 以前他有这种啊 得发呀 有NFT啊 有这个稳定币的普及啊 等等等等啊 或者是有元宇宙啊 那本轮行情呢是没有任何的新的这种叙事出来啊 所以说也就是意味着没有新的用户的增加 那么厂内的这种资金呢形成了一种内耗 那么这种内耗呢带来了大量的这种诈骗盘 那么诈骗盘呢就是也是让很多人的热情和这种信念呢就开始大幅度的减弱啊 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呃这个市场可能完蛋了 那然后呢安静的选择退出这个圈子 那这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大概的一个观点啊 但是呢我等一下我会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那紧接着呢咱们也是来根据一下神与余老哥说的啊 做好再熬16到19个月的一个准备啊 那我昨天呢是根据这个帖子呢 呃我写了大概这么几句话啊 那我叔叔啊真的把好多小伙伴都给吓坏了 那我昨天也是听了很多的这个space啊 在推特上面那很多老哥准备割肉过冬了 那么跌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那我的观点呢就是你现在割肉他也晚了 对吧那比如说这个比特币的预期呢会跌到4万 那这个4万是怎么得来的呢 因为目前很多矿工的这个挖矿的成本呢 在5万附近啊有的这个挖矿的这个电费稍微便宜一点呢 他可能是在4万5 那有的稍微贵一点可能是在5万5 所以综合下来平均啊左右呢是在这个5万附近 那么16到19个月的这种凹的这种苦日子呢 那我等一下会说出来我的观点 我觉得是一种横盘的整理啊 不会是说再往下再探再跌多少了 那那目前大家看到的呢是这个 我的YouTube的这个频道啊 YouTube的频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呢 这是在8月初的时候啊 在7月底7月底收月线的时候 我说这个月线呢出现了危险的信号啊 当时是告诉大家的 然后紧接着8月5号暴跌的时候 我说比特币暴跌牛一走啊 那这两期视频引来了很多很多的人的恶评啊 恶评如潮 然后呢紧接着呢每一次我都会告诉大家 真的熊了不要再抱幻想啊 然后啊后面呢肯定都是延续我这个风格了 那么现在好了啊 现在这个因为我毕竟这个影响力有限啊 人为言轻 那么我说这么多 那即便是你看了我的观点 你也觉得呃呃 我不相信你对吧 那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呢目前这个神鱼老哥哥发话了 那引起了市场的一种恐慌 那么现在刚刚咱们结合这个 刚刚这篇文章呢也是看到啊 那其实我昨天还听了一篇文 呃一个这个Space啊 有一个叫Carrie Yang的这个哥们讲了很好啊 那他说这个目前这个牌桌上做的有7个巨人 那这个7个巨人呢 分别是这个交易所 借贷方 做市商 项目方 大户 VC 以及散户 那咱们是散户对吧 那目前这个呃前面的这个散户啊 其实是最弱的一个群体啊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在网上 它是VC VC仅仅比这个散户的高一点点 这个数量级 然后才是大户 大户排第五啊 那项目方其实是排第四 其实项目方啊 目前来看很多项目方啊 也并不一定是真的能赚到钱 所以说很多VC也并不一定能赚到钱 那这个钱到底被谁给赚走了呢 那一个是这个交易所啊 一个是这个借贷方 那目前啊 出现了一种很奇怪 很诡异的现象 就是排名第一的交易所 开始保护排名第七的散户了 那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这个交易所看到了一种 很卑劣的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说把韭菜连根拔起了的话 那么我们以后去割水去啊 那这就是交易所的一种 内心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可持续发展 不要把大家呢 散户连根拔起 那这是他们的一种观点啊 那我自己的观点 我等一下会在第三部分跟大家说一下啊 好 那咱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的一个情况啊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说这个狗狗币 大家都看到 我看到了伊隆马斯克前面的这个推文了 那我就不跟大家来赘述了 那其实我要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咱们前面不是说 本轮的行情呢 其实是2019年的一个翻版嘛 比特币是2019年的一个翻版的 那狗狗币其实也是一样子的 非常非常的像 那20 这是2018年啊 2018年1月份的时候 狗狗币当时的一个新高是0.0194 这个新高之后啊 那我们看到 这其实这个 这个是17年的一个牛市的一个顶峰 那从这个高点跌到底部跌了90%啊 这是狗狗币当时的一个表现 那么在2018年9月份的时候 创了一个小的一个高点 紧接着呢到2019年的7月份啊 这个时候 这是周K线啊 那么 他都这个点呢 是没有创超过这个点 更不要说创一个新高了 所以说狗狗币目前的一个走势呢 跟我们我们对比 对照一下现在的这个行情啊 那如果说你熟悉这个狗币的 这个K线指标的话 你会看到几乎就是一个翻版啊 几乎就是一个翻版 OK好 那我们看一下啊 那目前的这个 呃 在今年的4月份啊 3月份创造的一个高点 是0.023 那么没有超过0.35 前面的这个高点 更不要说去创一个新高了 很多人都说 Elon Musk现在即便喊单 那么他也没能把这个狗狗币给带上去 其实我觉得呢 目前的状况呢 就是不要抱幻想 不要抱任何的幻想 目前的大环境不行 整个金融市场都在 这个往外失血 都在往资金往外流 所以说你呃 奢望着啊 狗狗币现在去暴涨呢 其实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那之前很多很多老铁呢 也在留言区问我 哎你之前不是让我们呃 在底部什么地方进行抄底了吗 我觉得你抄底没有问题啊 这个零点零七零点零八 甚至我觉得这个这个现在的这个底部呢 就是前面创造的零点零五的这个地点呢 很有可能即便是回调 他也会砸不穿零点零五的这个铁底 呃那么后面 二零二五年 有没有一个行情呢 我觉得肯定会有的 那结合咱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呢 那么 主力资金啊 如果说这个牌桌上 这个七个巨人去玩的话 那么他们怎么样去把这新的场外的这种资金再吸引过来呢 那有没有可能再去拉一把狗狗币呢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说目前的狗狗币是零点零九啊 九分钱 那如果说再跌一跌到八分钱的时候啊 六分到八分之间吧 我觉得都是一个抄底的一个合理区间 呃但是呢 呃但是啊 就是你去抄底狗币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买一点比特币啊 这样的话 你的资产呢 才算是一个健康的一个配置啊 那很多老铁呢 是只买狗狗币啊 只相信狗狗币 呃这个怎么讲呢 呃你要是说这个狗狗币 其实真是真正的无主货币 它也是对的 但是呢 呃在这个市场里面玩的话 呃你要看清一个本质 就是很多人呢 是呃 赚了钱之后 资金是要转到比特币 要么就是稳定币 这两个币种啊 那么只拿着一个山寨币去过冬的话 这是非常呃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呃 所以说我的观点呢 就是耐心等待 2025年的一个狂暴大牛市 那狗币肯定还会给你一个惊喜 而不是一个惊吓啊 真的是一个惊喜啊 好 那咱们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比特币的一个情况啊 比特币 呃 我们还是要 这目前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这个周K啊 那我们继续来 延续前面的一种分析的一个观点啊 那目前我们还是要看这个RSI 他目前这个走势啊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放大一点啊 他延续这个走势呢 是往下进行啊 那目前的这个 数值呢 是44.55 44.55啊 那我们结合 如果说他呃 回到这个呃 其实已经差不多啊 差不多是在底部了 呃 但是呢 他不排除 因为这个数值呢 他毕竟是一个一个呃 根据其他指标来计算出来的 他有可能啊 继续往下走走到30级 也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看到这个指标 哎 这个指标去哪 我们把这个指标给他放大一下 那看到这个指标的话 那我们看到 这个是Stoch RSI 那他已经是一个 这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死差了 所以说为什么告诉大家 不要抱幻想了 那这些指标呢 告诉你 目前的行情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好转 那我们看到这个 两周K啊 也是同样的情况 非常明显的一个死差 当然了 这个点位呢 他已经是接近底部了 那我们看这个地方的 数值呢 是负的 这个地方是负的 到接几乎是零 那目前还是九点几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九点几 那几乎就是接近底部了 但是这是两周的图啊 那两周的图 说要接近底部了 我估计还要再走个两三根的这个K线 呃 才能看到真正的一个底部的一个情况出现 好 那咱们刚才不是说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演练一下 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的一个走势吗 呃 刚刚咱们结合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啊 就是说这个目前啊 呃 这个散户啊 就是我在一个月之前告诉大家 告诉散户 那么熊市来了 那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大V站出来说熊市来了 要做做好这个过苦日子的一个准备 OK好 大家相信了 这个时候相信了 对吧 呃 而且最搞笑的是 某一位大的镰刀啊 他昨天在隐藏在一个Space里面伪装成一个新的用户来告诉大家 让大家去卖币啊 那说他自己是要割肉跑了 呃 其实呢 我觉得这种观点呢 一定要谨慎一下啊 那有可能是这个庄家故意隐藏在里面 故意让你去卖币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 你如果说你的资金没有 呃 短时间内没有这个 大的用处 急用的话 那我觉得呃 卖不卖的都无所谓了 因为毕竟已经跌到五万四了 现在是五万四千七百四十五 那么 你就不要上他们的档了 对吧 那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呃 但是呢 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看咱们这个视频 他就可能上档就卖掉了 呃 可能反弹就出了 反弹就出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呃 有一些老铁可能就卖了 卖了之后呢 那这个时候 哎 这比特币价格可能会再往下再走一步啊 那我就这个时候我跟大家画一下吧 正好 呃 好 就是如果说啊 如果说 这个我们把它放到日K上面吧 如果说这个比特币继续往上涨一涨啊 哎 有的老铁在这个地方卖了 对吧 大概涨到六万附近的时候卖了 然后再往下跌一波跌穿这个新低 那很多老铁就是会觉得哎 真的是像 很多大为讲的 啊 说这个要做好十六到十九个月的一个准备 那这个时候呢 哎 再往下上有一点点反弹的时候 那很多老铁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点位就会卖出更大的一个仓位 或者是说更多的人参与去割肉离场 在这个点位 那这个时候呢 再来一次 暴跌 基本上就是到底了 所以说我觉得 呃目测这个点位呢 应该是呃 根据这个开口的这个发散的这个指标来看 差不多的点位就是在四万五附近 那么四万五附近之后啊 他有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的一个这种震荡啊 这种震荡 震荡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当然这个可能会这个做一个大抵出来 做一个大抵出来之后 那么才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上升的一个趋势啊 那上升的一个趋势 能看到下一波看到十万 或者甚至十五万 有的人乐观一点 看到二十万都是有可能的 那大概呢 就是目前是我的一个演练啊 不能作为一个投资的建议 那我觉得呢 剧本呢 有可能会这样子去走 那当然了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所想到的一种剧本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在这里呢 也是提醒一下大家 刚刚我也提到了 这个挖矿的成本啊 一枚比特币挖矿的一个成本 大概是在五万附近 那么这一波呢 呃 首先这两次下跌呢 都是要把这种恐慌的韭菜 手里面的比特币呢 给震出来 那震出来之后 那么 让大家相信真的是底部了 然后呢 再开始这种震荡 震荡完之后 再往上涨 OK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 所有的那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